大熊明天又有数学考试 每次都考零分的大熊很是着急 老师说过再考零分 就要他去幼稚园重新打好基础 大熊为此很是烦恼 蓝胖子并不想搭理他 他觉得大熊根本不烦恼 并没有诚实地面对自己 熊妈让大熊去买电灯泡 大熊觉得路程太远不想去 蓝胖子只好拿出道具 能力光碟 每个光碟包含不同的人的能力 蓝胖子给大熊选了马拉松选手 只要放进身体 大熊就具备马拉松的能力 但是能量只有一个小时 大熊出门觉得脚步轻盈 跑步速度很快 一会就买回了电灯泡 大熊在道具箱发现 有数学家光碟 大熊很不客气地拿走 装进身体后 发现小学生的数学题目 真的是太简单了 大熊觉得有这个考试就简单了 大熊踢着道具去上学 愁眉苦脸的蓝胖子 担心大熊会有什么结果 大熊考试才一会就写完 老师看到难以置信 毫无疑问 大熊是满分的 引起了全班的轰动 美术课大熊使用美术家 不出意外的话 水果的画作简直就是艺术 大熊得到老师的称赞 有了道具的帮衬 当然弹钢琴也不在话下 听到大家热烈的掌声 得意忘形的大熊很是陶醉 看到不求上进的大熊滥用道具 蓝胖子很是痛心 胖虎想教训狂妄的大熊 要用棒球彻底打败大熊 没想到大熊很爽快就答应了 大熊使用了棒球选手道具 胖虎打出的所有球 都被大熊轻松接住 接连的拳雷打 胖虎都惊呆了 靖香也用崇拜的眼神看他 大熊又变成一个魔术师 瞬间变出鲜花和鸽子 得意忘形的大熊 接着又表演舞蹈和唱歌 而且还狂妄地说 胖虎不能跟他相提并论 这下可惹怒胖虎了 胖虎冲过去要教训大熊 大熊匆忙中使用了道具 道具还没生效 不讲武德的胖虎就冲了过来 对着大熊拳打脚踢 大熊只能手脚并用 想逃走 胖虎一个重拳 大熊本能举手去挡 大熊一个过肩摔 把胖虎和小夫都扔出去 不服气的胖虎冲过去 大熊又是一个过肩摔 接着大熊给胖虎一顿胖揍 第一次看大熊做胖虎 请原谅我不厚道地笑出了声音 胖虎和小夫灰溜溜地跑了 大熊觉得这套道具太好了 又拿了使用了一个道具 会思考的人 使用之后大熊陷入沉思 觉得自己离开道具 还是迟钝胆小的样子 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长大 蓝胖子总有一天会离开 大熊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 不能轻言放弃 一定要努力 想通后的大熊 回到家把道具箱还给蓝胖子 大熊从来不主动还道具的 这次把蓝胖子都感动哭了